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的訊息是講到 不要懷疑 只要全心相信 全心跟從 很多人肯相信 不過不肯跟從 如果你不懷疑全心相信 神可以在你身上做很大的工作 懷疑不一定是不好的 最重要是你處理懷疑 其實我有沒有懷疑過呢 我有懷疑過幾千次 因為我經常想 有沒有可能我們所信的耶穌 其實不是神來的 其實死後不是去到天堂 就不知道去哪裡 或者根本消失了 我想過很多很多次 不是我沒有想過 其實人人都會想的 因為你有腦子就會想的 那你想的時候 問題是你怎麼處理 我每一次想的時候 我就不會說 噢 神是作出來的 騙人的 那我不相信了 我不做牧師了 我不會這樣 我馬上找答案 我又不要說 別管著 總之黑了眼 不要管他 就相信了 我又不會這樣 因為神留下很多證據 基督教是很奇妙的 就是無論你用什麼角度去研究 都發覺他是真的 所以他任你研究 有些宗教叫你不要問那麼多 不要想那麼多 但是耶穌呢 他就歡迎人去想 他在聖經裡面也說到 告訴別人 他說 如果你說你是神 在以色列書裡說 你試試將將來的事 和末後的事說出來 在以色列書裡這樣說 就是說 如果你是神 你試試做一下這件事吧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 其他宗教不像聖經 有這麼準確的語言 所以當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會相信 神的證據其實很多 很多類型的 我常說的有 自然界中的設計 很多好奇妙的設計 或者看影片看了幾個 有聖經的預言 很清楚講到將來的事 關於耶穌的事 世界發生的事 世界會有的事 以及考古學的證據 很多東西證明真的有發生過 耶穌可以經歷到 這個世界真的有邪靈 是真實的 很多人都有這些經歷 很多人打坐 上網都教別人 如果你打坐 看到邪靈是怎樣的 但他們是沒有力量 聖過邪靈 他只是做什麼呢 就是不要理他 但耶穌呢 當你有耶穌的時候 邪靈看到你是會逃跑的 除非你在罪中 如果你有信心 你在親近神的時候 邪靈看到你是會逃跑的 我們有這個權兵去捆鬼 還有這麼多人死了 為什麼會死了之後 他所發生的事 我們控制不了 他會見到天堂地獄 見到耶穌 見到耶穌這麼好的 我上網的時候 找到很多人都說到見到耶穌 我真的找到耶穌 看到佛陀有沒有 沒有說過 雖然有人口說 有人見過佛 但沒有上網記載 沒有人親自地去記載 所以這件事是值得疑問的 那些人說出來 如何是怎樣 還有這個經歷是什麼 梁堯成有說過 他說他打坐的時候 最初見到佛 但當我一信耶穌 他就見到邪靈 邪靈可以扮成為佛 仙 讓他以為這件事是好的 但耶穌呢 你無論什麼狀態之下 你見到他也是耶穌的 比起他有能力 他是充滿陰典的 那些人死過 也是見到耶穌 現在那些人是講真話的 那麼多人研究他 問他那麼多問題 他都說出我見到什麼 那些人講真話 並且很感動 回來整個人改變 他都說我見到天堂耶穌 證明這件事是真實的 除了這些證據 我講過之外 也有其他證據 耶穌改變人的能力 你看到人生命的改變 很多的見證 而且呢 你會看到耶穌的道理是最全備的 就是他講到一個神是完全沒有罪的 你發覺很多宗教 他不會叫人去面對罪 那你去到就是拜 你希望得到幫助 但是耶穌呢 他講到這個神呢 就是一個 完全聖結 完全沒有罪的 這個神呢 這個神呢 這樣才是值得去 我們去親近祂的 譬如你 信那個呢 那些人每個都是為了貪心去拜祂的 那你說 去到天堂 那些人每個都是貪心 包括那些佛 都是用這些方法 你看到很多時候 可能你說人為 很多人用那些方法 又 觀音謝父 全部都是用一些 錢財的引誘 來幫那些人去親近 親近他們的宗教 所以這個呢 看得到他們的宗教是很有問題的 但是聖經講到 就是神是完全聖結 一個絕對聖結的神 是完全人達不到的 但是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穌為我們熟 所有宗教都說 你做好一點 但你做好一點 做不夠好的 但是耶穌呢 他就代替我們卸罪 但很多人就說 這麼容易 一說耶穌 什麼罪都卸掉 但是 當耶穌卸掉你的罪的時候 耶穌叫你離開罪 這件事就不容易了 就是要你從內心對付罪 將整個生命獻上給耶穌 就是耶穌呢 他是叫我們預存毀身於他的 耶穌是叫我們離開罪 是一個 就是他的路 是一條聖結的路 當你走在一個路上的時候 你發覺他有愛的 你發覺沒有一個宗教 好像基督教和天主教 有這麼多全世界幫助 救濟那些貧窮的人 幫助那些去宣教的工作 就是看到他真的有那種愛心 希望我們都能夠活出這個真神出來 有些人研究聖經的智慧的文學 聖經裡面的說話 也都發覺他是很好的 很多人喜歡看聖經 他不相信 但是他喜歡看 因為他說 耶穌說的說話是非常有深度和有智慧的 無論用什麼角度來看 你發覺聖經也是一個全能的神所啟示 是一個真神來的 還有那些先知個個個不同 不同背景 但是他寫的出來 有時候又寫了一幅 譬如撒加利亞先知就說到 他是摘傷摘摘摘摘耶穌的 他又沒有說釘十字教 大衛就說到釘手釘腳 他們所說的 分開一道一道講些一道講些的時候 合起來是剛剛一個完整的圖畫 告訴我真耶穌是怎樣的 希望大家能夠處理我們的懷疑 我們今天看到人物就是 多馬他是懷疑的 你可能也懷疑過的 平均數字我相信 怎麼都不少過幾百次了 可能你想過很多 神是不是真的 是否真的 最重要是你不要停留在那裡 那麼多馬經過多久 他才會來懷疑呢 多久啊 八天 是的 其實是一個禮拜之後 即是他第八天 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一起讀 《約翰福音》二十章二五節開始 那聲門徒就對他說 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說 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 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又用手探入他臨航 我總不信 過了八天 門徒又在屋裡 多馬也和他們同在 門都關了 耶穌來 站在當中說 願你們平安 就對多馬說 伸過你的指頭來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 探入我的立旁 不要疑惑 總要信 多馬說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穌對他說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我們一起念二十九節 《約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節 耶穌對他說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就說到多馬 聽到其他門徒說 見到耶穌有釘痕 手上有釘痕 立旁有槍痕 這個士兵 用矛槍一刺下去 看他是不是死了 因為他看到死了 他刺一刺他的時候 發覺他死了 所以他身的旁邊 是有槍痕在那裡的 他回來告訴多馬 其實多馬 已經見過耶穌很多神跡 他見過他叫死人復活 他見過他叫風浪平靜 忽然間打大風 忽然間他一吩咐 哇 淨到那些水 完全沒有風浪的跡象 你想想 你可以想像嗎 如果大風大雨之中 耶穌站在那裡 停止 立即噗一聲 哇 全部都淨了 你之前很難想像 為何會忽然間這樣淨了 多馬見過很多 為何他見過那麼多 他都會再懷疑呢 為什麼 其實這是人的本質 他在說話 他在說話 沒了 你有沒有想像 那些人 那些人 他會講話 他在說話 他會說話